不知道为什么,越来越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了,有太多话想说,但是往往到最后还是统统收了回来,所谓成长也许就是将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,把情绪收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,一个人学会坚强。 二,大多数是,不是你想明白后才觉得无所谓,而是你无所谓之后才突然想明白,三,有些事不是努力就可以改变的,务实快的人民币设计得真好看,也没有一百块的招人喜欢,想成为更好的自己,就去见识更大的世界,认识更多奇妙的人,汲取更广泛的知识,你不需要别人过多的称赞, 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好,耐心的强大,永远胜过外表的浮华,不,又那么一瞬间,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,心突然就跳乱了解拍,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,于是一整天,全是回忆,做人千万不要太敏感,想太多伤道的反而是自己,说着无心听者有意,随随便便一句话, 你都要想东想西琢磨来琢磨去,很多事情,都是听的人记住了,说的人早忘了,七,一个人再好,他不心疼你,什么用也没有,真正的幸福,是把自内心的关心和体贴,是生活中点点滴滴,是实实在在的点滴, 八,长到后才发现,有时你说了真话,你还得和人家道歉,因为你冲穿了事实,所以想要活得顺畅,最聪明的活法,就是时刻带上脑子,九,不要那么敏感,也不要那么心软,太敏感和太心软的人,肯定过得不快了,别人随便的一句话,你都要胡思乱想一整天, 十,若无其事,原来是最好的报复,何必像不值得的人证明什么,生活得更好,是为了自己,十一,如果不能在一起,就不要给对方任何希望,任何暗示,这才是最大的担当,分开了,不去打脚让对方安然生活,这才是最后的温柔,十二,别等不该等的人, 别伤不该伤的心,有些人,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,有些是,常常让我们很无奈,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,看得淡一点,伤就会少一点,十三,后来才明白,要赚到足够令自己安心的钱,才能过山简单,安逸,自由的生活,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底气,所以,多花时间努力,少点工夫矫情, 十四,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,但没有人爱尘埃里的你,即使你掏心掏背,对他好到极点,最终,也只是感动了自己,别把自己看成无可替代,也别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,先好好爱自己 十五,凡事不要想得太复杂,想多头疼,想痛心疼,手不要窝得太紧,东西会碎,手会疼 十六,有多少人故意赌气关掉手机,忍不住打开后,发现什么也没有,自作多情,以为自己在他心里有多重要,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笑话 别再傻了,别再傻了,人家不在乎你,十七,内心再强大一点,就不会听风事举,知道的事再多一点,就不会人云亦云,流同 十八,成熟的重要标志,不是学会了表达,而是学会了咽下 十九,若是能做到不在意,何苦又要去惦记他,又失望的一干二净不是遗憾,而是一种幸福 二十,有些事,就是在一次次失望之后,突然就想通了 有些人,就是在一次次看清之后,突然就看清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